美国后任财政部长盖特纳21号在参议院听证会上表示 新政府将采取迅速行动稳定金融市场重振美国经济 他说当前政府面临的考验就是必须以必要的力量速度和谨慎 使美国经济回归正轨 重建民众对经济前景的信心 而8250亿美元的新经济刺激计划将确保美国经济更具创造性和竞争力 那么就在同一天美国国会众议院批准了8250亿美元的新经济刺激计划首批拨款 首批拨款为3580亿美元